在台北地區 已經出現31度的數字 其實新竹現在也是31度 台中是30度 其實南部地區相對來講29度 燈跟北部比起來 現在還比較熱的 宜蘭也已經30度了 所以在溫度的部分提醒大家 大清早就30度 所以昨天的38.5度今年新高溫 是有可能說不定是類似的 甚至今天有沒有可能再破新高溫 我們繼續看下去 總之還是要提醒大家 今天在整個基隆 台北 桃園 高溫起碼都是36度起跳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 今天整個高溫跟此外線 預測的部分 一定要注意 在西南風的吹拂底下 整個背風面都很容易出現 所謂的熱浪 熱風的狀況 所以今天的預測氣溫 在台北跟基隆是37度 桃園是36度 新竹35度 再過來的宜蘭35度 其實花東縱谷因為是背風面 所以溫度也都很高 甚至在台東今天還有機會吹焚風 如果焚風吹起來 可能就是37 38度 所以今天還是要提醒大家 目前看起來 這溫度還在上升當中 紫外線的部分 東半部地區 台北基隆以及澎湖 是落在這個危險級的 因為除了熱之外 紫外線強 人照射不舒服 也會想要開冷氣 所以今天在限電的部分 在用電的部分 目前就溫度看起來 是非常的緊繃的 你這個台電就說了 本來它預估昨天跟今天 有這個限電的危機 可能會亮紅燈 但因為溫度持續的高 所以台電一直到星期五 從昨天是第一顆紅燈 今天到星期五還有四天 還有機會出現四天紅燈的機率 要到星期六開始 才會稍微轉到橘燈的部分 其實大家也可以看到 下一個圖示 最怕的就是 差一點點就要到黑燈了 黑燈可能真的 就是要關燈 要停電了 所以今天一直到星期五 連續四天的限電警戒的部分 提醒大家要注意 而在我們鏡面的 你也大家也可以看到 在您鏡面電視上看到 左下角就是有一個 所謂黑燈緊接的倒數 我們是倒數到下午兩點鐘 這一段時間 非常有可能就會出現 可能要停電的一個狀況 跳電的一個情形了 所以請大家在用電的部分 我知道很熱 冷氣不能不開 但是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用電的這個量的部分 好 除了看完這個熱的部分 今天還是要提醒 在南部地區有一些下雨的狀況 所以在雨區的部分提醒 山區是中午過後的午後雷震雨 南部地區西南風的 水氣進來 所以吹西南風的時候 反而熱的會是北部跟花東縱谷 南部地區有一些些短暫降雨 時不時飄點雨的話 溫度還會比較舒緩一些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雨勢 看起來是集中在南部沿海地區 所以西南風在接下來這幾天的環境 都很類似持續的高溫炎熱 最後來停看廳我們做一個整理 就是台北基隆 今天看起來還是非常有機會 突破36 甚至來到昨天的38度的 東部地區也熱 特別是台東有機會吹焚風 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才星期二 整個限電的危機 拉緊報是到星期五的 所以這幾天隨時有可能 有黑燈的危機出現 另外提醒大家 燕方中暑除了大量補充水分之外 因為汗實在流得太多了 所以你的鹽分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是一直喝水 這個鹽分的部分一定要平衡 你的電解質一定要平衡 才不容易中暑 中37 8度的天氣 真的非常容易中暑 提醒大家這兩天 第一個 節日用電 第二個 防中暑防曬的部分 非常重要 以上就是這一節最新的天氣訊息 更多重要新聞 一定要持續鎖定中天頻道